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裔生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而后裔原型就是这位东夷族首领翼 翼在夺取了夏朝政权后 并没有选择颠覆他 而是立了太康的弟弟中康为王 翼扮演着锤帘听政的角色 之后翼的行为引发了各部族的不满 但最终都被翼给镇压了 在中康去世后 中康的儿子相被辅佐上了王位 但因恐惧翼的权位 因此跑路投奔了真寻真观世 在向走后 义没有再立新王 自己直接掌权 但因为他天生好舍 喜欢打猎 因此也是不闻正事 他在位期间 不会举贤任能 甚至废了对他忠心耿耿的几位臣子 重用奸臣韩卓 最终义也为此付出了臣众的代价 在韩卓势力日渐强大之后 狼子野心暴露出来 趁义出门涉猎之际 韩卓杀其家人掌妻权 霸妻妻 甚至还和他的妻子生下了两个儿子 义也在韩卓夺权中被杀 韩卓掌权后 其儿子在父亲的寿命下 先后灭掉了太康之子 向投并的真寻真观世 向也被杀 不过向的妻子死里逃生 还为向诞下一子 他就是后来的夏王少康 少康长大成人后 韩卓之子仍不肯放过 少康无奈投奔了顺的后代有余氏 在其部落当上了掌管饮食的小官 后来有余氏非常赏识少康 又因西亚无子独有二女 因此决定将自己的二女儿取配给他 并给他封了田掌了拳 还单独给他一座城作为安心立命之地 少康在经历了多年逃亡之后 非常奋恨韩卓后裔 卧心长胆 聚集了夏氏余族 准备以此光复夏氏 除此之外 少康也获得了 真寻真观世 残余民众的支持 在他们共同的辅佐下 少康最终击败韩卓 韩卓败后 义和夏通婚的有穷氏 以及韩卓的东夷族 全部被灭 夏朝最终复国成功 也结束了近四十年无王的时期 由此可见 少康算是夏朝比较励志的一个帝王了 好了本期视频先说到这儿 下期咱们接着往下讲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